今年3月开始是营运的农业博览会提出了十大亮点 而其中的绿色生活就是希望让展区融合市民生活圈 包含附近的七夏赞、清洁队、夏浦国相 让在地的力量共同加入社赞 针对农博、在地的里长也提出意见 希望明年的正式营运能够更加理想化 农博举办在新屋 其中的亮点之一就是希望能够融合市民生活圈 因此和在地的连结性更随让人重视 夏浦里长就认为农作物的展示上还有加强的空间 明年正式营运在硬体几乎已经到位的情况下 希望能够投注预算加强经济作物的展示 你硬体投资了太多钱 明年硬体不要投资那么多钱 在各种花费还是农博的高经济的作物那边 培植更进步 这次我觉得那有一点减弱一点 下次可以把它赶银头赶上 石派里长刘德亮则是认为 在展场的管制区内 在地居民的出入是很大的问题 除此之外停车问题也是影响很大 我们的停车的问题 我还嫌停车场太少一点 还好我们这边是乡下地方 产业道路很多 一般的小车 它没有地方停的话 它就停到我们的产业道路上 在产业道路算路幅不宽 停了一排车子以后 还有一排可以进出 就变成我们产业道路都变成单行道了 变成单行道之后 如果一般外来的民众 不知道另外一边可以出得去的话 它反方向回来就变成会呆车的 针对停车的问题 市府也在农博展旗提出了应变 在五一年假前后 加开了陶科园区和大坦工业区的路边停车 缓解从展区外溢出来的停车问题 市府所规划的这个相关的停车场 那包括了假日所开放的 大坦工业区的路边停车 市府预估在假日的期间 最大量可以停放超过两千五百台的 这个汽车 那也超过了一千台的这个摩托车的部分 在农村举办大型活动 停车问题确实不容忽视 在正式营运的时候 人潮渴望更多 到时候停车问题 永远考验着市府的应变 我们这是农业乡村嘛 有很多的赛骨厂 大家就把它改成停车场 一天收入一个人都有一两千块 大家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大家高兴和要命 其他比如说路啦 各方面景观都改变啦 来的人也多啦 人潮也多 附近的商店啦 饮食店生意都相对的 都生意都相对的好 停车费虽然是一笔收入 但如果在地人利用农地休耕 来赚取活动带来的停车费 就反而违背了农博的意旨 而活动所带来的人潮 也让闲进的农村 一下子活络起来 快快快快快 长久以来我们这乡下的地方 能够有这么大的建设 对市长也是非常的赞许 一方面这些建设之后 带来一些人群 跟朋友回来的机会都非常的多 一些长久未见的朋友 都会到我们乡下这边来 一般的百姓都对这个建设 都非常的期许 大型的活动带来人潮 人潮则是带来消费力 但活动如何和在地 有更紧密的结合 实践农博精神 让在地的农村活化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网络有先新闻 陈彦任新屋采访报导